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鸭鸟鱼虫 牛羊鸡兔 只要一支画笔 一盘颜料 目光所致 情思所想 皆可入画 早春的清晨 火雾还没散去 阳光已经把游人的眼睛照得晶晶亮 位于上海市西南方向 隶属于上海市金山区的丰京古镇 又迎来一波客人 这幅《古镇早春游人图》 鲜亮又活泼 丝毫没有一座一千五百多岁古镇 该有的沉稳和脑龄 历史上 丰京古镇一半属江苏 一半属浙江 原先有两个明显的分界标志 一个是西边的界河 另一个就是这东边的排放 这座排放是在原来分界排放的旧纸上建立起来的 标志着封京古镇独特的地理区域 高大的仿古排放 上书醒目的封京二字 是故去的国画大师程石发所提 排放两边有不少色彩鲜艳的墙画 就连居民住宅楼的一面 也有颜料装点 一幅幅巨幅的农民画 让游客一进门 就对风景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能有个简略的了解 好似红篇巨著开篇的影子 古镇上 程石发先生的祖居仍然保留着 探一探程家祖居 可以亏得一代国画大师的成长故事 程家祖上世代行医 也许正是中医世家的传统文化背景 和积德行善的品德 才造就了程石发大师的高风亮节和艺术成就 古镇毕竟是省下面的市 市下面的区 区里面的镇 这样小的一个地方 在某个世代能出一两个名人 就算是人节地灵了 可风景这块宝地 竟成就了三画一棋 国画大师程石发 漫画大师丁聪 围棋大师固如水和农民画 古镇上的丁聪漫画陈列馆 陈列了不少丁聪先生的作品 他是我国当代最富盛名的漫画家之一 生前常常以小丁署名 在报纸上发表讽刺漫画作品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丁聪自小受到父亲丁锁的影响 喜欢画画 不论是从他的照片还是作品上 都能看出丁聪是个爱笑的人 与他结交是极为快乐的 矛盾在1980年 与丁聪重新见面时 情不自禁地挥笔写下一首《舞绝》 不见小丁酒 相逢被相亲 童颜犹如稀 奋笔斗猛人 从丁聪漫画陈列馆的漏窗上 可以看见隔壁的狮王庙 庙里传来阵阵香火气 狮王庙门头高大辉煌 还存有明清时官家建筑的大气 香火都裹写在阳光里 阳光露进一座有桂花树的围墙里 跟着光走 又发现一个熟悉的名字 门边上写着 旅吉人画馆 如果大家经常看上海的新闻 肯定记得 在上海新国宾馆八号楼的 市府接待大厅里 有一张大型的背景国画 飞铺图 每次市政府领导会见贵宾时 电视里都会拍到这个画面 这幅巨画就是旅吉人先生所画 画馆里还有不少 以风经古镇为素材的画作 旅大师带着真挚的情感来到风经 画质河桥 画桥湾里 把江南小桥流水的浓情融入画中 旅吉人虽不是风经人 也能感受到风经的活泼和色彩 并留在陛下 风经古镇与户者五区县交界 是上海通往各省最重要的西南门户 风经镇是历史文化名镇 亦是新户上八景之一 历史上 因地处吴越交汇之处 素有吴越名镇之称 戒河边的建筑 仍可以看出吴越两地不同的建筑风格 西边的戒河 千百年来倒是没有改变 北属吴 南为越的戒碑 立在河边默默地记录着 古镇千年的历史 风经才子沈荣诚也写过 《万历荣诚伴魏唐》的诗句 说明风经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他在《风经竹之词一百首》中 描绘了清朝中后期 风经古镇的百姓生活 四十风情 戒河连着上海市边的殿山湖 殿山湖的河仙也顺流而下地 流入风经人的餐桌 随后更是进入到天南海北石刻的位中 河边一座满墙酒坛子的小楼 一到饭点就会吸引大批游人 那些人双眼放光地进去 满脸艳足地出来 带着好奇 我们走到小楼的正门一瞧门半眼 正门门不正 大门半眼 香飘百米 口碑却是镇上不少生意人都知晓的 鸡根辣它口感比较好 肉质很嫩 如果没有灰烧的浮色也烧得不好 这个鸡根辣不会太大 太大的话最大的也只有一斤多一点 鱼的新鲜度啊 鱼的嫩度啊 都相当OK 红烧是最好吃的 烤点好的酱油啊 清蒸也可以清蒸 吃的人也比较多一点 但是一点好多人倾向于红烧 这个鱼最大的特色就是说 能保持它的原汁原味 鸡根辣是江南地区的湖仙 只有电山湖和千岛湖一带才有的吃 带老板倒是一点也不吹嘘他家的菜摇 每天十几条鸡根辣 不到晚上就卖完了 要是去晚了就没有的吃了 有鱼还有肉 才是热情活泼的风惊人的代客之道 冬菇肉是红烧的 炸肉也是红烧的 但是炸肉呢 外面加了一个那个竹叶 竹子叶子 然后用撒好的五花肉 然后用那个稻草 然后炸起来 炸肉是红烧的 然后用这个鱼的鱼的鱼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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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达到四个小时以上 把这个炖出来之后 它这个肉呢 能够达到肉口极化的那种感觉 有点独自的香味 有点那个稻草的那个香味 再加上这个五花肉 他们是欧洲人 因为他们不吃骨头嘛 他们吃五花肉很能吃 他们到我家来能够 出费我家这么大的五花肉 一般都是这么大的 他能够吃三四块 到走的时候就打不过七八块 就这样的 所有的水箱那一块 这个藕夹都吃的比较多一点 我妈妈那小时的时候 她坐在那个藕夹 就是把那个藕切成片 炸肉 然后放在锅里炸一炸 那种味道特好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 选这个藕 就选那种没有污染的地方 刚做的藕又有点脆 又有点香 还有一点甜 那个味道就一定要像我们 妈妈就像我们小时会 哪种味道就出来了 从门扮演出来的人 表情有点像镇子上的猫 刚吃了鱼 在午后的阳光下填爪子 饭店临河而建 出门就是著名的风经三桥 北风桥 竹形桥 清风桥 三桥 三桥连同了 丰京古镇南北东西市河 从元朝正式建阵起 丰京镇一直是典型的 江南水乡旗镇 周围水网遍布 区内河道纵横 也曾有三步两座桥 一望十条港的美称 丰京三桥的广场上 从早到晚都聚集了 来古镇游玩的游客 站在广场上 能把身后挂满 红灯笼的丰京长廊 全部包入画框内 是朋友圈里 不可少的一张古镇流影照 在廊棚一条街的东首 城隍庙桥南兔 是民国时期 丰京东区火镇会所在地 火镇会现在太平桥边 方便河两边救援 望西一点 是镇子上的古戏台 丰京因为南镇北镇分治 明代开始 镇上竟建有两座城隍庙 东城隍庙现已毁坏殆尽 而横跨市河的城隍庙桥 和河边的古戏台已经恢复 元宵节的时候 上面还举办了登迷节 一压压地唱了几出戏 好不热闹 还记得朱家角的粽子 西塘的长廊 乌镇的水道 江南古镇总是同中有益 益中有序 粽子 长廊 水道 封京一样不少的都有 虽没有前面这三个镇子有名气 人去却不输这几个 虽店面临次致比 却没有商业气 虽同为千年古镇 却长成了一个活泼的大孩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千山 封京有四宝 黄酒 豆干 丁脇 和状元膏 黄酒料好自然香醇 豆干手磨自然地道 状元膏图极力解嘴禅 再合适不过 那么来说说这个不一样的蹄胖吧 武镇上最容易出中华老自豪美食 风鲸丁蹄 是风鲸镇丁一星丁蹄的俗称 咸丰年间 丁一星九四打出丁蹄这道菜 没想到一炮打响传承百年 现在是风鲸镇人人爱吃的一道常备菜 比起鸡爪 鸭脖和干切牛肉 风鲸人更爱丁蹄 丁蹄是用风鲸摄种猪 即黑猪为原料 所以中草药 经三文三望工艺制作出的 香美软糯的丁一星风鲸丁蹄 家常有丁蹄 宴会上更少不了丁蹄 丰京镇上的江南荤俗馆 再现了江南荤俗的百年演变过程 可以一览近百年来 江南地区荤俗习惯的变化 馆内有许多关于荤俗的食物 小到清末民出的一张结婚照 结婚证 大到迎亲时的双人花轿 江南民风民俗 素有百里不同风 千里不同俗之说 这里一件件的展品 仿佛记录着一个又一个 朴素而又真实的故事 风鲸人把这些朴素真实的故事 画下来就成了金山农民画 金山农民画源自古老的江南民间艺术 以江南水乡风土人情为主要题材 融合刺绣 剪纸 蓝印花布 灶头壁画 雕塑 漆绘等 民间艺术表现手法 也有大胆的艺术夸张 和强烈的色彩反差 以拙胜巧 起源是上世纪五十年的末开始 那么那个时候呢 它是属于纯民间的 农民自娱自乐 农民就是说白天劳作 把白天做了什么农活 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 像写日记一样就把它记得下 农民画它表现的是农民的生活 它是有生活内涵的 它的最大的艺术特点 就在于它的原生画法 原生画法才是它的根本 它就是没有被学院派改造过 它是它与生俱来的一种画法 民间艺术它为什么说很灿烂 它很博荡 它很朴素 眼睛看到是通过心理画出来的 风经是非生中外的 金山农民画的发源地 风经人民热爱生活 浓郁的民间文化艺术 孕育了金山农民画 风经三华一其中 唯有农民画不是以一个人为代表 它是一个集体的艺术 是风经人对生活的热爱 是风经镇最活泼的色彩 是风经人对生活的